Hello 大家好 我是Mills 在上一段影片 關於新手最聽不入耳的10個拍攝技巧 出奇地有14K的視頻 都可以說過往整年的影片裏面 普遍只有幾千個視頻 大家不要看我好像有5萬個訂閱 但其實我自己的視頻是很低的 所以這段影片雖然沒有畫面,只有聲音 大家這麼多人按進去看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新手這兩個字呢 因為其實我不是很知道我的觀眾群的屬於哪個位置 因為我肯定我的觀眾應該不是專業級 我意思是不是一些職業攝影師 有都不出奇,但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可以留個言給我知道 你是屬於哪一個屬性的呢 我希望將來分享的東西可以更加選擇一些適合大家的內容 因為我沒有想過我講一些關於新手的一些小小貼士 是原來這麼多人看的 有這個共鳴,其實我也是很開心的 因為坦白說我自己,我相信對於新一代來說 我也是一個腦餅的攝影師 可能我講的一些建議,大家覺得不合時宜 也覺得沒有用 因為潮流流輕的一件事就是不聽上一代,所以你現在成功 我都不太明白,但現在這句話好像變成一個潮流 但其實我自己就一半一半認同 自己都曾經是新一代,自己都是新進攝影師 無緣無故闖入攝影領域裡面 而我是不認識之下,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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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我特別去聽上一代的意見,但在我學習攝影的過程裡面 我發覺有很多事情都是一些前輩做的事情 是從來都不會過時的,尤其是在他們的態度上面 和一個根基上面,即是我的意思是基礎上面 基礎上面的東西是從來不會過時的 我知道現在新的一些科技帶給很多器材上面的一些方便便利 但是從來基礎的東西,紮不紮實、穩不穩件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提大家的東西,給大家的意見,很多時候都是說一些很基礎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是不是一個伸手來講都好 其實只要你不介意去嘗試聽別人的意見的話 其實我都覺得適合任何等級的朋友去聽的 當然我說的話就未必是盡所有東西在你心目中正確 但我覺得都不重要的 因為學習我覺得首先是要歸零 還有不要帶有一些前設的偏見 如果不是,你是沒有辦法去吸收或者接納任何可能性的意見 因為我自己最近都有看到兩本書都想和大家分享 但是就不是今天了 應該在未來的兩集裡面我都會有思維的啟發和一些分享的 就是在學習攝影上 那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你是不是一個貪心的攝影師 那這次我就不是說看了什麼書去啟發我 這次是我自己教學了這麼多年裡面 所讓我看到的一個事實 實際上我所見到的現象是這樣 另外一件事我都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在疫情期間我是開始學習自學小提琴 突然間很喜歡小提琴 突然間喜歡鋼琴的聲音 和我以前玩一些吵吵的夾樂隊是不同了 除了自己音樂的品味有些不同了之外 我想特意去學習一樣我認為是難的東西 而我以往是不懂的東西 我想從中去體驗我作為一個初學者 也都是嘗試有根老師 也都是不少的時間自學的心理 其實我作為一個現在是一個全職的攝影的導師 我都很希望了解更多學習者的心理心態 所以我嘗試自學小提琴 這件事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為什麼 這是我學習小提琴的其中一個原因 因為我想更加貼地去了解那種心急的程度 以及那種模式 以及我自己怎樣去克服這件事 今天當然又不是繼續說我怎樣克服學小提琴的問題 今天是繼續想說貪心 在這麼多年裡面我看到有無數的學生 我已經數不到 即是不會數得到我到底有幾多的同學曾經參加過的課程 但從中我看到無論是出色表現 以及不是太理想表現的朋友 我都會看得出他裡面會有不少的貪心 而我覺得貪心是會令到你的攝影作品更加沒有進步 又或者這麼說更加難去進步 分分鐘是可以說沒有得進步 沒有什麼進步的空間 更加可能只會打擊你繼續走這一條路 所以有不少的朋友走了一段路之後 可能甚至是放棄都不出奇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有八個點 那我們就馬上開始 第一點 貪心吸收過量的器材內容 什麼叫器材內容 我想大家有看一些關於器材的影片 即是介紹器材那些 都有很多數據 簡單講那些器材的規格 例如一秒拍多少張 例如幾多像素 用什麼的感應器材 之類之類的東西 其實Mills在這方面都分享過很多次 我對這方面的東西是極度膚淺的 所以大家買什麼器材那些東西 真的不要問我 我可以給到一些簡單的答案來的 但是你問我一些關於spaq 最新科技那些東西 我都真的不太能答到你的 這些就是對我來說 是一個垃圾資訊 我前幾條影片是分享過的 因為一個人的吸收能力是極度極度有限的 你吸收大量的這一類型的一些數據 知識其實是沒有實際的作用 對於你攝影拍攝出來的作品 建立知識是ok的 但是如果貪心過量 即是你看完一段又一段 看完一段又一段 今天就比較哪部相機對哪部相機 明天就這部相機對那部相機 相機真的出極度都有的 不斷都有新相機出 也都不斷一部比一部厲害的出 那你比較到什麼時候呢? 花了幾晚的通宵時間 可能不止 一個習慣性看 你不是看一個YouTuber介紹 可能你連外國的又看 真是普通話的你又看 那你就真的不斷地圍繞著 不斷地看這些東西 其實我覺得如果你準備要去買 看下是絕對是正確的 應該看下的 不斷地都要了解少少 然後慢慢去想我到底需要什麼 我相信大部分一個初學者 是不會知道自己需要什麼的 我的建議就是減少 因為你的吸收能力是有限的 如果你真的喜歡攝影的話 你花更多的心機時間去學習攝影 去找出真是 在當下最適合你自己的器材 就夠了 為什麼我強調一定要當下呢? 因為你在現在的程度 讓你買到最漂亮 都真的不是一路永逸的 可能你現在 今天你買到最上級的器材 可能你隔了兩三年 才練習有所成 你才可以知道自己要什麼 然後你又想升級 今天你買一件最上級的器材 追上所謂潮流的尖端 有什麼用呢? 有什麼意義呢? 其實你應該是選一件 中中挺挺 又不會太入門的 又不需要去到很高階 很昂貴的 去開始了你的攝影 花更多的心機時間去練習 然後你自然 自然 不用別人告訴你 你都知道你需要什麼 第二點 吸收過量 攝影的知識 咦? 剛才不是說 不如花更多時間去學習攝影 對的 但是 事情都會過量的 真的 就算跟你說 做運動是身體健康的 做運動都會過量 叫你多點睡覺休息 睡覺都真的會過量 做任何事情都應該要自己判斷得到 什麼叫適當 尤其是在一個吸收能力上面 吸收過量的知識 無論是燈光技巧 攝影的曝光技巧 光的理論 攝影的理論 色彩學 美學 構圖 其實你同時間 是很多東西 需要學 需要吸收 其實很多內容 我都有提及過 我講過 但是 是不是大家每一段片都會說 看完一次 我聽了 學了 這樣 你一天看完一段片 急不及待 另外一段片 又繼續看 你當它娛樂節目看 就另外一回事了 不要緊的 但是當然我原意 不是給大家娛樂 我自己對於我的教學工作 是非常非常認真 可能是超越你的想像的認真 可能你對攝影只不過是玩玩一下 但我對攝影不是玩玩一下 我對於大家的作品 對於跟我學習的同學的作品 他們的表現 我是很認真看待的 但是怎樣都好 我教的始終都是成人 成人太有自己的想法 和他們的時間 觀念 有很多東西 並不是像小朋友一樣 他可以乖乖去聽你 去教導 所以這件事 我都有我自己的一個堅持 如果我教學純粹是賺錢 我都沒有辦法去堅持 所以我對大家 到底吸收到多少東西 和實際上可以運用到多少出來 我是很著重這一點的 所以你願意學習更多的燈光 學習更多的理論 我是很開心的 因為大人應該有能力吸收多些東西 怎樣為止吸收呢 我想你真的用到出來 你就真的吸收了 純粹在字面上 又或者我在語言上講的東西 你理解 其實和吸收是沒有關係的東西 只可能就是 你還記得我說過的東西 但是是不是真的明白理解呢 那就要看你到底用到多少出來 不要同時間不斷不斷地吸收更多的攝影知識 對你來說是未必有好處的 第三點 貪心在未完全消化的情況之下 去吸收更多進階的內容和技巧 好 剛才第二點就說過 你無止境不斷地吸收內容 你可能從書本上 在影片裡面 純粹不斷地看 不會令到你 攝影作品有什麼突飛猛進 在第三點 就是 我就當你 真的認真去學 去跟老師學 又或者 在影片上學 學了之後 其實是未完全消化的 未完全消化 即是你未完全做到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應該花更多時間 回頭繼續去練習 你曾經在學習中的這件事 因為你在學習中 可能是有十成的東西 即是老師教你十成的東西 但是呢 你當下你只能夠一兩成 其實我覺得是正常的 那你應該專注在這一兩成的東西 先做好這件事 例如我的基礎班 有教大家 從黑白 黑白 開始 學習怎樣去 替燈光 替陰影 用眼光 用小閃燈 大家有沒有做好這件事 還是一來你就會覺得 很悶 又或者你不是想學這些 一來你就想打Color Gel 甚至你一來就想在戶外拍照 一來就想戶外加上更多的風景 跟著又牽涉到更多的一些可能性 其實這些就是超越了你的能力 你去玩一下試一下無所謂 但如果你真的認真學習中 在上課的時候 老師教了你的東西 你應該反覆去練習 可能重複五六次最少 自己練習是成功的 做到的 可能不完美 但是你來回重複 你真的去做 因為很難說我今天講這件事 你就可以立即做得完美 完美是需要時間的 但是呢 練習看法呢 真是所謂的 你真是入血 就是說這件事已經成為你身體的一個部分 你應該已經是消化到的程度 是可以被人已經吸收了 是自然輸出出來的 所以呢 在未完全消化之下 你又可能又要挑戰更進階的東西 我這個聽了 可能自己都沒有練習了幾次 也都更加沒有做好過幾次 接著我就貪心了 我又要挑戰一下一些再複雜些的 Color Gel Lighting 短時間內又要立刻去理解 到底那些是用來做什麼 那些的效果是用來做什麼 那麽快就要跳步 要去到那些位置 其實我覺得 亦都是對你的學習進度是沒有益處的 只會花更多你自己的腦的記憶 知識呢 從來都不會說 完全嫌多的 學多些 你真是理解的話 有什麼所謂 但是最糟的就是人 其實吸收能力是極度有限的 如果你都明知自己吸收能力是有限的時候 那你就不如試一下自己 到底你應用到多少出來是做得好的 你做好出來 OK的了 那就是說你有空間可以吸收到一些再進階一些 甚至更多的一些內容 第四點 貪心在未建立穩健的觀察力 以及技巧能力之前 去對你的結果作出太大的要求 我的意思就是 在你的拍攝技巧 曝光的技巧 甚至在你的觀察力 都未建立得穩健的情況之下 你就馬上對你的結果 你的目標有過高的要求 就是說其實你根本沒有這個能力 但是呢 你的心頭很高 我的目標又要做成怎樣 我知道可能你的腦都有畫面 因為我經常提醒大家 腦要建立畫面 但是可能呢 你就快到腦有很多畫面 但是呢 你的手根本 又或者連你的身體 都未準備好 去跟你配合 去產生你的畫面 但是你心頭過高 那你不會發覺 哇 整天都好像力不從心 根本做不到 其實是你要求過高 通常呢 在成年人的情況之下呢 先會的 成年人有想法 有品味 這個品味呢 就不是純粹 我學攝影 就一定要馬上馬上 對攝影的知識 那些東西可以懂得有能力 但是你可以有品味 沒有問題的 懂得趕球 懂得看球的人 是未必懂得踢球的嘛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如果你真的需要自己去參與 做這件事的時候呢 適當地去降低自己的要求 因為建立你的品味是沒有問題的 例如你挑剔 我覺得這個主角這樣不夠美 臉這樣不夠美 陰影這樣不夠美 頭髮這樣不夠美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可能你整張照片本身 在構思上面 整體整個廊 Framing Composition Lighting 他的Posture 其實每一件事都未做得好的時候 你這麼快講到這麼細細的事情 其實這個就是完全超越了 你在當下應該要做好的事情 所以這一部分 反而我都看到幾多的同學 產生這個問題 自己的練習又不是太多 就算你練習都好 其實你沒有針對性的話 那些都不是練習來的 那些是表演 簡單說這些就是 硬高手低 第五點 貪心吸收更多的攝影話題 包括攝影圈裡面的 所有的是非題 我覺得很多東西都可以變成娛樂 就是叫做炒花花生 周圍八卦一下 這些其實都是浪費 心機時間的東西 對我來說 不會令到你對攝影作品上面有效的增值 一直強調人的吸收力有限 人的時間也都是非常有限 有些練習的朋友都會感受得到 現在的年代不知道為什麼 時間好像越來越過得快 我們好像越來越不夠時間用 今天都好像不知做了什麼 今天又過了 第六點 貪心拍出更多畫面細節的內容 有很多朋友看到我去戶外拍照 經常都用廣角鏡 聽起來好像很簡單 廣角鏡 什麼都拿出來 那就簡單 沒什麼考慮到主題 好像 因為當你在廣角的時候 你太多東西進入你的畫面裡面 其實你有沒有辦法 兼顧到你的畫面裡面這麼多東西呢 除了一個人之外 有天 有前景 建築物 有前景的地下 可能有路人 可能街上的雜物 車 什麼都有 兼顧到這麼多東西呢 總是永遠想廣角 嘩 這條橋又想拿起來 嘩 嘩 這邊的建築物你又想拿起來 接著人想拍到膝蓋不行 我真的又要拍一隻腳 拍一隻腳不行 要拍一雙鞋 就是清晰看到裙尾到底去了那邊 擺了去那邊 有這麼多 貪心拿這麼多 我覺得是不適當地運用廣角鏡去拍人像 所以會導致很多東西就是 不是什麼拿光就是好看的 貪心拿光 對於你曝光打燈 其實是難很多的 但是如果經常都抱著 一用廣角鏡 什麼都要拿多些 拿多些 但是你又沒有能力兼顧到這麼多 就好像剛才那點一樣 就會變成眼高手低 對呀 這裡又要 那裡又要 那裡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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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實能力有限 這個都是貪心的表現 我第一張作品 其實是 需要考慮人物風景 和裏面涵蓋的內容 需要有比例 和有關係 例如人物和背景的關係 他在做什麼 他為什麼在這裡 而後面的背景 應該包括到幾多東西 去襯托你前面的主角 到底他們兩者的關係 燈光的關係 色調的關係 所以 貪心即時運用太多的廣角鏡 甚至走出去戶外 拍攝更多的人家景 某程度上 可能已經是超出你能力的負荷 可能 你同時間學習燈光 其實你可能燈光 都未做好的時候 你就跳步了 跳步其實很平常的 但最重要是 你跳完之後 你懂得回來 簡單說 經常都需要你 跳出去玩 什麼所謂 你就回來 再練習 但是不要跳出去 不懂得回來 這個很重要 這個也是我自己 學習小提琴裡面的啟發 我學習小提琴 當然 基礎是因為 我有很多小提琴的音樂 我很想玩 我的目標 當然是玩出我腦袋裡面的 一切一切音樂 我當然會跳步 嘗試一下 可不可以 我現在學多了一些東西 可不可以玩一下那些歌 玩一下無所謂 因為這個是令到你持續 興趣的一個動力 是不是 你的目標都是想做那樣東西 怎麼會不讓你玩 但是你玩完之後 你要懂得回來練習才行 我可能玩了之後 其實都是硬來的 但是我要自己知道 硬來 但是享受過程 還是享受過程 但是如果你想你繼續進步的話 我不可以盲目的地 只懂得你喜歡玩那些歌 是不是 可能一些很悶的練習曲 你要回來 真的悶悶的去練習 你的手指的指位 你的Boeing 你自己拉 拉那支弓 那個動作 所有細節的東西 極悶的東西 一個一個巴 這樣去練習 應該 這個就是自覺 你需要自覺 你自己貪心 沒有問題 但是你懂得回頭 第七點 貪心照顧太多的細節 忽略整體性 剛才那部分 根本就是 完全沒有考慮到 人和景的比例 和關係 第七點 主要的是 想說後製的部分 可能太貪心 照顧太多細節 你把照片都拍完了 其實 你是看到 把照片裡面很多瑕疵 你眼睛是看到 也知道這樣好像不好看 但是你又沒有一個後製的能力 他馬上馬上把這件事做好 但是你就轉流割尖 這裏不好 那裏不好 但是呢 在我的角度去 有時看一看同學的作品 我覺得 已經夠了 不錯了 如果你繼續挑剔自己的話 你就不用有作品了 其實這個也是呼應回 剛才之前的 其實你要適當地降低要求 如果你在這些位置那裏 過度挑剔自己的話 其實是 誰擋住你 條路不讓你走 是你自己 是你自己 你儲了一堆作品 你都不願意分享 不願意出相片 簡單說 其實是你自己 沒有人會看那麼多你的細節 如果你那張照片 整體性都是不漂亮的話 其實是沒有人去挑剔你的細節 我都沒有去挑剔你的細節 我肯挑剔你的細節的時候 即是說 你那張照片本身都不錯 我就去挑剔 你發覺人就是這樣的 如果你本身 可能你是一個明星 你本身不是太紅 你沒有什麼好作品 沒有什麼人挑剔你裏面的細節 挑剔得你的時候 其實他看得你氣才會挑剔你 我覺得 首先是你要整體性做好 而且你要懂得宏觀 抽身出來 攝影師自己很喜歡轉流角瞻 就是因為你一直看著自己 把照片最不完美的地方 只有你自己知道 但這件事不是不好的 但我都說 你如果還處於一個基礎階段的時候 你這麼快就轉流角瞻 對你是沒有幫助的 所以照顧太多這一方面的細節 不是代表好事來的 最後一點 第八點 就是貪心 希望儘快可以達到目標 得到更多人的認同 但相反 越是這樣 越是感覺到疲憊 越感覺到辛苦 越可能會令到你放棄 我可以肯定 每一個人 為什麼喜歡攝影 你是希望將你看到的東西 是跟別人分享的 這個都挺肯定的 我很少見到人是學攝影 是沒有興趣跟別人分享的 那你學攝影是純粹給自己看? 沒有說不行的 但是可能只是一部分東西 可能是給自己看的 慢慢你就希望得到更多人 去看到你看到的東西 並不是純粹別人欣賞我 純粹別人認同我 其實不是的 所謂認同是想給別人看 我的眼睛看到的東西 簡單說這個是一個分享來的 但是如果你太貪心 我經常都希望自己 盡快達到這個層級的目標 但是其實任何一件事 成功的路 是需要時間和經歷的 當然最後的就是 祭餘 祭餘這件事 真的沒得說 這件事是每個人都不一樣的 我們能夠做的就是 在成功路上 如何去做好你自己 就是花更多的時間 去練習 去實習 去實踐 最後的結果 你自己是問心無愧的 這個是夠的了 慢慢累積的就是經歷 因為太多東西 現在的社會 現在的世界 所有東西都走得很快 可能你只不過是 投資了一筆金錢 去買了器材 也都可能投資了一些 心機時間下去 請無故意 花心機時間請假去拍照 拍照的時間 可能辛苦 不容易 執照的時間 所有東西付出了 你很希望很快得到一個回報 最簡單就是 不是一個收入的回報 可能得到人認同 但是呢 這件事 反而更難 更不容易 因為這個世界 很厲害的人 真的很多 拍出好作品的人 真的很多 我自己都只不過是 一隻蚊那麼小 但是重點就是 到底你自己 將自己的擺位 到底擺在哪裏呢 還有你對這件事 到底你的熱情 到底基礎是什麼呢 如果你真的熱情基礎 我很希望拍出一些 我自己覺得好看的東西 覺得漂亮的東西 我希望真值自己去運用這件事 去表達我自己的眼光 所看到的美感 這件事就是你的熱情 那貪心希望盡快達到目標 可能你真的有一個目的 那目的就每個人都不一樣的了 我很希望馬上做到什麼 得到哪些人的認同 然後我就會很開心 建立地位啊這些東西 那些就跟我今天的題目是無關 因為我覺得已經離開了一個 基本的心態了 騰空一些時間 更加專注實踐一些 更加重要的內容 減少去吸收一些垃圾的資訊 排除更多的貪心 成功只日可待 我們下次再分享